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四张2019年进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社会俱乐部组女子4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处在第五跑道来自保安的严海林 现在的严海林年仅才只有17岁 本场比赛严海林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这位处在第六跑道来自长沙的华美霞 和这位处在第七跑道来自保安的林佩晋 比赛之后林佩晋起码一般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严海林起码会更加好一些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而华美霞起码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处在第一的位置 这个时候只见华美霞在利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身后的严海林开始加紧自己的步伐 在缩小和华美霞之间的差距 而林佩晋却被他们渐渐甩开了 前280米华美霞依旧还是要有领先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身后的严海林已经渐渐追了上来 其实400米最难的就是最后100米了 当比赛技能最后100米转运迟到较量的时候 只见严海林很快就逆转了华美霞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华美霞的后程加速能力确实不及 严海林只能眼睁睁看着距离被渐渐拉开 只见严海林开始利用自己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在奋力冲刺 最终严海林甩开对手三米远以54秒23的成绩逆转夺挂 而华美霞以55秒12的成绩获得亚军 严海林仅差不到一秒时间就打破了该项目的全国记录 从前280米处在落后的位置 再到后程利用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凤铃逆转 并甩开对手三米远险切破击落 只能说现在严谨才只有17岁的严海林的未来潜质将无可限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查尼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